今年一季度 厦门海关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5025份 涉及出口享贿货值22.18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70.28%和49.79% 预计可为出口企业获得进口国关税减免超2000万元 厦门康义达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食品和冷冻蔬菜的出口业务 这天 企业的单证员林立军来到公司楼下 准备资助打印一份厦门海关审核通过的RCEP原产地证书 在一证物机器前等待不到一分钟 它需要的原产地证书便新鲜出炉 凭借这份证书 他们公司出口马来西亚的一批 价值约15万元人民币的食品将获得进口国零关税待遇 可减免金额近3000元 林立军说 有了资助打印的便捷通道 他们不用再跑窗口办理业务 也节约了不少时间成本 以前的话 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的时候 我们要到那个航运中心去自己领证 但现在的话 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助打印了 就非常方便 而且节省时间 据介绍 RCEP政策自去年1月1号落地实施至今 已经在14个成员国生效 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协定 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税优惠 为推动RCEP政策红利汇集更多外贸企业 厦门海关持续优化签证模式 打造原产地证书 申领一体化平台 共享自助终端 实现RCEP原产地证书随时领随处领 同时梳理重点享贿产品清单 对重点企业靶向推荐RCEP政策 指导企业提前谋划开拓市场 帮助企业节约出口成本 RCEP从去年1月开始实施以来 企业对RCEP的认可程度越来越高 针对企业出口产品的特点和国别 我们会开展点对点政策宣冠 引导企业在优惠中征选更会方案 帮助企业用好用足RCEP等自贸协定 享受关税优惠 降低出口成本 感谢观看